雇员公积金局APP依旧是国内市场最大投资者 其资产管理规模 OM从2022年的6433亿8000万令吉 增至2023年12月的7024亿8000万令吉 APP文告指出 国内市场投入占其2023年投资配置的80%以上 为马来西亚公司和整体经济提供资金 截至2023年12月 APP持有约28%未偿还的马来西亚政府证券 MGS和政府投资票据G 占-1100指数市值约12%在交易价值方面 APP在大马交易所的参与度 分别是-1100指数股票23% 及-10龙宗旨股票31% 这包括国内外部基金经理的交易 在过去5年 这些基金经理获得超过40亿令吉的 国内股票投资组合分配此外 APP向外部固定收入基金经理 分配超过30亿令吉资金 使大马基金经理的总分配额超过70亿令吉 这些分配是 APP长期分散投资努力的一部分 也是为了刺激国内资本市场和资产管理业发展 同时 截至2023年12月 新登记会员人数为46447人 实会员总人数达到1607万人 其中852万人是活跃会员 占去年苗我国1703万人劳动力的50% 当中活跃会员基数保持在53% 针对自缴攻击基金计划 ISERON 在2023年 参与人数增加31% 从2022年的291743人 增至382983人 整体上 2023年收到的存款总额 增至975亿6千万令吉 比2022年增长15% 这反映收入 就业和经济逐步复苏 令会员的财政能力有所改善 这也凸显会员队 APP保护他们储蓄的持续信任 截至2023年 秒 新雇主登记人数为82005人 石刀雇主总人数达606187人